哈囉,我是大主 今天藥技色位 從英雄聯盟 S9 同牌開始 到 S44 精英的台服玩家 他當初覺得妮可可以變成別人很有趣 所以玩玩看 玩了之後發現很適合自己 於是開始鑽進妮可 後來小型蟲之後的妮可 能變成更多東西 玩法變得更加有趣 就更喜歡妮可了 他 S3 單雙第二季賽使用 妮可 67 場 65% 勝率 S4 單雙第一季賽使用 妮可 45 場 64.5% 勝率 成是 League of Grace 妮可 臺服盤榜第二名的妮可 少車長化的雲朵 使用的符文遇到縮短的角色帶死亡電型 血式眼球收集器中野獵人附魔之袋焦灼 遇到長手法是盧星朵拉 維克特等待 奧術會心附魔之袋卓越焦灼 小兵驅止器引游世界 小符文都是攻速四星成長血量 裝飾技能平常都在閃線傳送 如果遇到競爭可以考慮改代點燃 在敵人補刀時 利用穿冰1的加速打出EQA電型 加上點燃就會有更多單殺的機會 現點法前三集QWE之後組Q-1 裝飾性洗手裝專件加涼水 一件如果有1100買法穿鞋 跑線會比較快 如果可以直上時弱之章就直接買 第一件大裝盧登之伴 如果那把遊戲中不缺傷害第二件出推推棒 如果缺傷害第二件出安影之眼 第三件可以考慮死帽 如果刺個較多直接出驚人 如果對面太多魔法可以出死木之花 其實也多出黑魔禁書 關鍵小兌現時期 妮可的Q技能是很痛的 利用Q平板的消耗正常角色都會扛不太住 多利用W提供的移速來拉扯敵人 和取消對方的普攻及小兵的仇恨 等到6等可以變成英雄或小兵直接R閃EQ一波帶走 或者可以叫打野幫忙月塔 妮可是一隻很好擁有線權的角色 他先後可以幫打野入侵或者跑線支援 跑線的時候可以變成小兵在移動 這樣小兵會比較不明顯 敵人也比較容易大E 變成小兵移動到敵人視野地圖 只會顯示一個小紅點 連招基礎先打小兵留W被動的第三下強化普攻 然後打QA在Q後搖的時間 來把強化平A補上 連招的基礎衍生 先按W隱身然後E閃Q加強化平A 妮可在不變身時 流星人的前搖很明顯 會給敵人很多反應的時間去走位 所以妮可變成小兵或者其他英雄敵人 反應的時間就會少很多命中率更高 反對意識 打斷前也可以先變成其他物件 如眼、蜂蜜薑果、英雄或小兵 盡量別讓敵人發現抓準對方的後排開 基本上妮可的開團連招打下去 配合隊友傷害對面後排基本穩死 假如對面有X亞這種角色 而我方有瑞兒、札克這種充牌的 可以讓他們先進 讓對面AD交位移保命技的瞬間 妮可、阿坦上去再配合隊友其殺後排 接下來我馬上換上台服大使妮可 煞著糖花的雲朵的精彩操作 可、阿坪迫煮 當時準備了 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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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